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行走的粮食 在一些肉食动物看来 它们就是移动的开胃点心 可以说 生活在这里的高原属兔 每时每刻都在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为了生存 高原属兔掌握了挖洞的好本领 它们仅可能多地在草原上 挖出数量众多的洞穴 少量的洞穴是为了居住 更多洞穴的作用则是用来躲避天敌 随着冬季的来临 没有了牧草的遮掩 高原属兔 高原属兔到了最危险的季节 应对危险就是挖出更多的洞穴 依靠数量众多的洞穴 依靠数量众多的洞穴 高原属兔就可以随时就近躲避危险 仅仅只依靠洞穴还远远不够 这是一个哨兵 在他附近都是专心觅食的伙伴 谨慎和及时预警 可以减少危险发生 除了自己的应对措施外 高原属兔也会借助外力 鹤背拟地鸭 这是一种喜欢学居的小鸟 它们不具备任何挖掘能力 只能利用其他动物的巢穴齐身 高原属兔数量众多的洞穴 完全可以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栖息场所 经常站岗放哨 是你地鸭对高原属兔的最好回报 让高原属兔的安全形势得到明显改善 白妖血雀 也是高原属兔的好邻居 它们共同在一片草场上生活 同类之间会为食物而发生争斗 但它们却与属兔相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